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美国国家安全顧问苏利文 他说台海危机是最重大的风险 所以他跟中国 不需要用强力外交同时嚇阻 一般外交天天见面 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见面 另外武力嚇阻在这边演习 三艘航母一起来 否则的话他认为台海就会有危机 而且苏利文说 拜登跟习近平热线快要接通了 春季就接通了 搞不好恭喜个过年 美国要继续追求对大陆的脱险措施 因为大陆是很危险的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危险能够脱掉 另外在新年招待会 王毅提出彦均 大陆外交部长 争取中美关系健康稳定永续发展 所以对大陆来讲 中美关系也是他们 还是他们最重要的关系 路透车为了路透车 怕北京犯台 美军部署印太军事后勤中心 所以他们跟澳洲演习以后 那些设施就留在澳洲了 担心到时候远水救不了近火 万一两岸发生战争 道路很近 对不对 他就在旁边 随时可以补给 美国怎么办 从哪里补给 从韩国 从日本可能不够 要从澳洲 澳洲很远 澳洲因为他跟他演习一个 叫做护身军刀演习以后 留下了330辆车子 车辆还有拖车 130个货柜都放在澳洲 东南部的迪亚纳 仓库放在仓库里面 然后真的打仗打起来之后 澳洲还可以持援 虽然多一点时间 但是至少比美国近 另外就是五角大厦 把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又更新了 什么长枪储存 一些AI的公司 什么公司都放进去 就是说在美国的中国公司 跟中国有军事往来的 都放在这个名单里面 另外美国刚刚讲三艘航母 两年内第一次 齐聚在第一岛链 所以要加大去下中国 下北韩 从日本的军舰 跟美国的航空母舰一起 这蛮漂亮的看没 拍在一起 照张下给你们看 威辙你们 下你们 波顿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波顿说 川普如果回白宫 会升高台海的风险 他可能到时候跟普丁也很好 然后跟习近平也很好 然后可能这个也不管了 那个也不管了 你们自己付钱 我不帮你们付钱了 所以有可能台海的风险会增加 CIA的局长也说 美国如果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 恐怕会中国也在看 你看美国已经不支持乌克兰了 到时候美国可能也不会支持台湾 所以会助长中国的侵略 因为美国现在对乌克兰 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对乌克兰的援助很多人讲 不要给了 不要给了 连北约的秘书长都跑到美国 说还是要给 不给不行 如果是川普 那你北约为什么不给呢 为什么要为美国给呢 反正将近平会吵架的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上周末 和中国外长王毅在曼谷会谈12小时 双方针对两岸议题 有深入直接坦率的对话 苏利文表示 台湾选举没有发生重大两岸事件 是美中台三方的努力 只要几个星期间 台湾 held historic elections without any major cross-strait incident 苏利文强调 苏利文强调 美国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 希望看到政权顺利交接 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也将尽一切可能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苏利文表示 南海和东海的摩擦 经济和科技的反制措施 都是美中之间可能的风险 但最重大的风险是台海危机 尤其北京增加在台湾周边 空中和海上的行动 也因此密集外交非常重要 像龙怎么看 因为王毅的讲话比较重要 因为王毅在强调 就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中国还是把中美关系 放得非常非常前面 而且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 仍然抱持着高度的正面的期待的时候 基本上中国现在对于他自己的核心的战略 其实从习近平的 习近平去年11月的到旧金山的习拜会之后 我觉得那个味道是有很明显的改变的 这跟赖清德的当选与否 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不管是谁当选 中国都在重新的调整 他和美国之间的互动的模式 那个模式有一点要回到2013年以前 回到在邓小平时代的那个年代 相对来讲中美关系比较可控 美国对中国也比较没有戒心的味道 所以中国现在对于美国来讲 重新的不断的释放出那种 比较没有这么强烈的反美的讯息 甚至于在大陆内部的一些强烈的反美的舆论 也都会受到压制 在这个调子下面 两岸虽然赖清德当选 对北京来讲 当然一定会有面子上面下不了台的那种感觉 但是那个面子虽然下不了台 可是北京到目前为止 除了这两天我看到 我觉得比较惊悚的是M503的航线 整个的调整 那个对台湾冲击是很大的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北京到目前为止 对赖清德当选之后 仍然表现出高度的战略容忍 这个战略容忍看起来就在等 这次跟苏利文的见面 我认为美国 美国是在把整个中东的情势 跟台海的情势 跟大陆做一个利益上的交换 那美国非常希望 它能够在中东采取更强力的作为 而中国不要扯后腿 但是看起来没有得到 中国任何这方面的承诺 尤其美国想要修理伊朗 想很久了 但是显然中国对于美国 想要在中东要动手这件事情 中国是不背书的 但是在台海的部分来讲 美国摆着三航母 三航母在为苏利文撑腰 这次两个人见面是在泰国谈 是在中国的家门口谈 三航母摆在那里 在中美的互动里面 其实航母代表意义是非常清楚 两艘航母是来在这边的盯盘 三艘航母就警告了味道 如果有四个航母战斗群 就是准备要开战 三航母战斗群摆在那边 就只是告诉中国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怎么样的话 美国是有准备要作战 好 所以在这种的味道下面 以中美关系为主架构 是现在中国最核心的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经过了这几年 在中美关系当中 寻求大国平起平坐的那样子 一个测试的过程当中 让美国对中国开始充满了戒心 中国在这个戒心当中 开始又开始做一些的调整 意味着就是说 中国在经济 在科技 以及在军事上面 都还没有准备的够好 可以跟美国做一个 以台湾为中心的全面的摊牌 所以台湾在这个味道当中 我认为台湾暂时 是没有军事冲突的风险 但是其他的方面 两岸关系是很糟的 那兰选 我觉得目前的话 就是说有几个变数在2024年 第一个变数已经发生了 就是赖清德当选 但是对于中美之间来看的话 如果说赖清德当选 要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的话 因此要这个升高局势 然后甚至大动干戈的话 但不要忘记了 在年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变数 那很可能就是川普当选 所以我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 就是说事实上 赖清德当选之后 他也不断的重申 他是要维持现状的 那美国也不断的紧钉的赖清德 那所以相对程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对于美国 对中国来说的话 可能川普如果说真的当选的话 引发的整个的局势的变动 会来得更加的难以处理 所以某个程度来看的话 最好能够在这段时间 维持美中的关系 那台海的状况也是一个稳定的 让美国的总统大选当中 可以不要分身乏术 一下子又有中东 一下子又有俄乌 一下子又有朝鲜半岛 再来一个可能最直接影响到 会卷入中美的台海问题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我是认为现在看起来 中方确实他就是不断的 扩大这个灰色正折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他先是小型的军演 然后再来是断交 再来的话就是M503这一个部分 然后不断的取消了往左边偏 回到靠近中线之外 他还拉了两条 一个到福州 一个到厦门 就告诉你说 如果真的要干嘛的话 我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干嘛 但我没有 我先部署好 所以这是中方的动作 美国也是一样 你看美国先是昨天讲到 这个雅米岛 雅米岛是菲律宾距离台湾 最近的141公里的 他也要进行一个什么 肩并肩的演习 距离台湾最近的 日本的部分的话 是这个十元岛108公里 他也在去年底下 也进行了演习 就历劍演习 现在刚才赵先生也讲到 在澳洲的部分的话 还有这个什么护身军刀 演习之后留下来的这一些 部署还是在那个地方等待持援 所以你看到美国他也在展示 他所谓的密集外交的同时 他也要威责这个中国大陆 就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 一方面的话拜登跟习近平 可以通电话 但另一方面告诉你 不要轻举妄动 同时在这个科技的部分的话 最近其实这一 这一两天动作还蛮多的 针对这边讲到说 这个长江储存 列入国防部的可能的 要盯紧的这个名单当中 TikTok到底有没有一些资料 开了后门 这个中国大陆可以去存取 这部分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美方也在紧盯当中 然后的话美国的FBI的局长 这两天还要去他们的国会作证 说这个中国的骇客 正在设法入侵 美国的一些基本基础设施 所以我的意思说对于美国来说 他也是全方位的 在印太地区也好 他在自己的中美的 科技的所谓的小院高墙也好 都放大了加重了 他这个威责的部分 换取的为了换取什么 我认为就为了换取 在这段时间当中双方不要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避免在美国的选举当中造成意外的状况 但有一个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觉得美国每次这样大费周章的做这些动作 在回国台他做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在最近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祭司道 就是一个专栏作家 他当初跟武捷发案的老婆两个人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 因为这个报导拿下了普利斯奖 他特别来台湾在选后来台湾做了访问 回去写了一大篇 他特别提到说他认为美国很值得有个盲点 就是说在美国跟在台湾 看待台海发生危机的几率 美国比台湾来得更紧张 这个紧张的话出现一个矛盾点 就是说你一方面又纵容类似 像裴洛西来台湾 升高了紧张的态势 二方面要太紧张 又想办法要威责中国 不要那么紧张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他说了不需要说的话 他采取了不需要采取的动作 因此导致了台海之间更加的紧张 惹恼了中国大陆 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说 我们不要紧张 我们要密集外交 我们要对于中国振折 所以他认为这个部分 对于美国来说 反而应该去思考 他本身战略的一些思维 是不是犯了一些 戴上有色眼镜看待台海问题 或者说一方面又是撩 二方面又要压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对台湾来说满值得参考的 我刚刚也提到了 大陆在台湾选举以后 看起来还算自治 很多原因 第一个就是赖行者只拿到40%的票 所以大陆可以讲说 他只有 他少数的 大陆台湾大部分的民意 其实并不支持他的 不支持台独的 有60%没投他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稍微舒缓一下 两岸的紧张气氛 再加上比如今天韩国瑜 当选的立法院长 他给你看 这是从来没有过 在台湾从来没有过 行政院长跟立法院长是不同党的 什么时候发生过 没有发生过 第一次 那个讲你看 这个行政固然是赖心得 但是民意还是韩国瑜 所以这些就是他要 他要对你出手 他可以找100个礼物 他不要对你出手 他也可以找100个礼物 可是刚刚讲到说 美国很紧张 菲律宾很紧张 日本很紧张 他们真的紧张 台湾是不紧张了 相对来讲台湾跟他们比 差别 假如他们紧张是80分 台湾紧张只有20分 我们看日本的仙岛群岛 现在模拟疏散了 台湾政府突然说我们来模拟 我们看看疏散到哪里去 你觉得那是什么状况 日本在模拟疏散 1月30号他们举行 在县政府举行演习 要说仙岛有12万居民 到底怎么疏散 到底疏散到哪里去 有的说要疏散到石原岛 有的要到宫谷岛 有的到冲绳县 有的是用飞机来疏散的 有的是用人民来疏散的 最多一天只能疏散2万个人 所以这12万人要疏散 还疏散6天 这个规模是很大的 人家是真的在演习 我们呢 我们有演习吗 好像都没有 怎么人家还紧张得要死 休息一下就回来 刚刚提到这个航线问题 M503 原来像中线的偏西 大概六海里 六海里 现在说回来了 大陆而且不商量 他就干了 说他这样他的空域比较大 我们就很紧张 说我们的金马航线 因为很近 你看金马就在大陆旁边 说是有飞安的疑虑 这是一个 但是我们又讲了说 老共昨天又来了 22架次的飞机 超过一半数也越过海峡中线 他现在还没越过海峡中线 他在海峡中线西这边 你现在好多飞机 已经越过海峡中线了 如果紧张这不紧张吗 会比那个不紧张吗 海峡中线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这个像 恢复成这个偏 六海里把它不偏了 你只能抗议也没办法 张延廷前空军副司令是说 如果他不是只是航线 如果他以后在这里训练 在海峡中线训练 我们的预警的时间 只有两三分钟 很快时间就到了 另外国安的人是说 大陆是想要制定新的标准 就讲新常态 新标准 要改变台海的形势 事实上从佩洛西来了以后 他就来了四艘舰在你台湾旁边 然后经常过中线 那你又能怎样 美国又怎样呢 就是我常常讲的是 你不要给他一个借口 你不要给他任何理由 你不给他理由 他如果贸然行动的话 你还可以指责他 他现在说佩洛西来了 你既然佩洛西来了 我就过来了 演习完他就留下来了 好像连美国都很难指责他 他要先检讨自己 佩洛西为什么要去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你给他一个理由 他就来了 所以以后你台湾很重要的时候 你不能给他理由 你觉得无所谓 我给你一个理由 又怎样 结果就是这样 下次你也不知道会怎样 那说美国的智库说 大陆想要抹去台湾法律的存在 现在王毅到各国 各国都要讲 这个全世界最终于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又像这个航线也是 这就不理你 然后到最后他就觉得说 就听他的了 变成这样子 另外国民党立委问赖清德 那你和平保台 你策略是什么呢 人家说毕竟你海峡中线 你能做什么 你告诉我们 还是你什么都不能 只能抗议呢 到底怎样 而且有学者预期 520前北京有更多施压 有更多的方式 当然联合报社会说 如果赖清德遇到川普 川普可能卷土重来 那台海风险会变得更高 我们看一下 我国政府谴责这样 不适当的行为 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 感觉像被突袭 2月1号起 大陆米昌基不再有M503航线 往西六海里飞行 行政院谴责对岸当局 外交部及绿营 则接力抨击 冲击趋稳定 无视我国善意 任何片面 这种不理性的举动 都非常容易 让紧张情势快速的升高 破坏台海区域稳定的一个现状 北京应该立即停止 这种破坏性的举动 政治上事情用意不言可遇 国防部点名北京 应该负责台行 前空军将领也分析 此举将大增我军空防压力 要注意中共背后意图 因为摊开台海地图 当对岸不再有M503航线 偏西侧飞行 等同往台湾本岛推进11公里 我方可能少了更多时间预警 甚至南保对岸 不会让军机披上羊皮 朝中线逼近 但除了国军加强因应 要速度国际 民间就呼吁可向 国际民航组织反应 军事专家却认为不可惜 应该真正去表达意义的对象 是国际民航组织 但我们假如不能争取 民航业者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表达意义恐怕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何况对岸禁逼也非一朝一夕 费伟 我们刚才看了个画面 行政院长跟军方人士都指责老共 指责有用 美国三处航空母舰 就算它常住在这边好了 能够再开一个新的战场 我跟各位报告 美国只有十一艘航空母舰 通常有一半都在保养 或者是新兵的要训练用 现在大概在服务业 现在在执行任务只有六艘 来了三艘 地中海有一艘 美国东岸西岸各有一艘 连红海那边它现在都缺兵力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美国到时候 会有充分的战力来遏止 老共对我们的攻击 我觉得台湾当然不能有战争 台湾有战争什么都结束了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回想一下 老共不要说有发动战争了 只有打飞弹靠近台湾的外海 我告诉你企业都快跑光了 所以在这个现况里面 赖斯堡问得很好 请问你保台的策略是什么 你保台设计就是要谈 你不谈 到时候你误会我 我误会你 谁开了第一枪以后 就很难去停止那个战争 所以我觉得此刻 美国讲这种话 我也觉得很奇怪 台湾的人大概都不相信 两岸会会开战 但美国跟日本一天当晚相信 台湾会开战 他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真的画个问号 再一次的问新任的总统 他520赖金泽当总统 请问两岸确保和平的策略 到底是什么 你要告诉国人 赖金泽不讲 问李委員 我不是现任总统 也不是准备要接的总统 不过基本上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本来一直都有一个 所谓的保台的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也没有什么 说蔡英文不同于赖金德 赖金德不同于赖金德 不会的 我们一直的策略就是说 台湾这个主权独立的现状 不能被破坏 台湾要怎么维持它 就是一个保台的 一个必要的动作就是国际化 以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国际化上的进步 是可以看得到的 国际上 不要说美国 日本 一直都在关心 连北约也在关心 北约也担心 台海发生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策略 事实上就是国际化 中国也知道 民进党执政下的这个策略 所以他要让它变国内化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M503这件事情 是要把台湾的一个 所谓的国际法上的一个 法律的一个地位给取消掉 就是这个道理 我比较认为比较特意的 比较不正常的情况是 这是一条民航的线 为什么我们的军方 跳出来讲那么多话 民航的线 事实上是归国际民航组织 来做一个管理的 这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规则 基本上 如果台湾是一个国际的法人 我们现在是国际民航组织的一员 也算是 在国际上也算是 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 理论上涉及到两个会员之间 两个国之间的航线的一个划分 是要经过协商的 是要经过谈判的 沟通的 所以为什么陈建仁院长 会觉得我方政府很难接受 就是你单方面做这个决定 而且特别会有危害到 民航安全的问题 而不是国防上的 是民航安全的问题 怕民航机会对撞 所以这个不应该是单方面说 我要怎么改就怎么改 国防部所说的什么反应时间 那个就是附带的 反应时间 我觉得现在因为军机 中共的军机优购中线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 我们的反应时间都够 没有问题的 怕的就是说 台湾在整个国际上 被边缘化到没有一个 国际法的一个角色 这个这样子就危险了 不过那个航线是不是 国际民航组织已经approve了 你要补充吗 因为IKEA是高度支持这条航线 这个航线在2015年 如果不是那时候马英九在执政 而且之后因为有马锡会 早就这样了 有锡马会 所以大陆也就顺着 台湾的一个要求 北端的部分 那个缺口就流得比较大 就是不要让台湾的 北部的空防压力太大 但是IKEA那次就是说 当中国大陆提出 这条航线的时候 几乎全世界所有 非这个区域的机师都支持 他讲的刚好 跟李军英讲的相反 他不但没有空防的危险 相反的就是因为 因为航空太繁忙 所以这条航线必须要开 还希望空域大一点 在过去怎么飞 你要知道这条航线 这条航线飞什么地方 飞未来全世界最繁忙的两个区域 就是长三角跟珠三角之间的航线 没有海上的这条航线的时候 过去都是在陆地上飞 中国大陆陆地上面的 东南沿海的这块 是密密麻麻的飞飞机 每天在那边跑 国际上面怎么看这些事情 台湾不要做过度不理性的反应 他只是回归常态而已 没有错啦 从台湾的很主观台湾角度来 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离我就太近了 台湾海峡就分一半了 台湾跟大陆之间 每个人都知道台湾努力的 让台湾海峡军事化 那是台湾的企图 台湾企图让台湾海峡军事化 台湾是极力的反对台湾海峡 飞军事化的 所以两岸之间的航单 台湾任何的航点起飞 如果要飞厦门跟飞金门 飞厦门跟金门 你看金门都开到厦门了 可是飞金门跟飞厦门的航班 时间会多80分钟 为什么用来绕 飞金门是直直的飞过去 飞厦门要绕两边 要绕过台湾的所谓的 所谓的海峡中线 绕飞的时候才能够过去 那就是因为对于M503 以及延伸的三条线 台湾就不接受嘛 过去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你不接受 你觉得你找出任何安全上面的理由 大陆只要觉得不要让他太难过 他基本上都愿意忍 可是如果两岸关系已经是这个样 他有什么好忍 因为全世界的民航组织跟机师都支持 大家都知道 这个对这个地方的空域的疏解 是很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一定要做很大声的嚷嚷 觉得像是我们陈建仁院长 那种惯性的膝盖式的反应 觉得任何大陆做的决定 一定是对台湾不利的 全世界一定都会伸援台湾 你恐怕真的都搞错了 当大陆设了东海的防空式识别区 2013年 大陆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 日本也带头说 所有经过了东海的 所有的民航机都不通报 后来通通都乖乖的通通报啊 所有经过这个地方的民航机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籍的 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 现在有哪个国家的民航机飞这个地方 不通报的 中国大陆有它的影响力 何况这条的航线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飞 不这样子飞是不合理的 如果把这个航线都开出来了 固然对台湾的军事上面的众生 会缩小很多 可是对这个地方的长远的和平来讲 我认为它是打破了台湾海峡的军事化 台湾就是要让台湾海峡军事化 而大陆要做的就是非军事化 跟我们一般想的是相反 小龙 我问一个问题就好 如果你这个论点成立的话 当初马英九为什么不执行这个论点 马英九当然是要表演给台湾人看到 他是在表演 当然是给台湾人 你怎么可以说他在表演 因为台湾人的调子都一样 台湾人只要看到大陆做任何的事 都觉得这对台湾是不利的 事实上我讲的才是一个 比较接近这个合理 就是说这种事情是要两岸 两国来好好谈的 你当方干的话当然 不管是一国或两国 他都没有必要跟你谈 就算是两边是两国 在海峡中间的另外一边 他为什么要跟你谈 我再补充一下 当初列出这个状况 他同意之后事实上 台湾方面是有跟对岸谈 就抗议 所以抗议完了以后 本来在海峡中间的左边这边 他就往后退 西边退了大概六七公里左右 六海里 然后本来划这三条横的 这三条也都暂时不开通 现在就是说当初我暂时 因为马英九政府退让 他因此暂时退让这部分 他竟然就回复到原来 他当初宣布的那个状况 从军事角度来看 当然越往道路靠越好 从民航的角度来看 他需要有比较大的空遇约 这边交通很紧 这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大家要来谈 那其实就不谈 我让你去 这边 这边的宫剑 还没说 我去冰水 我去冰水 是有些什么 我去冰水 我去冰水